全听你说 快看板 大家会比较不大了解的就是 你是出生在香港 对 但是在台湾成长 对 所以在几岁的时候 三岁 三岁 就是我爷爷奶奶要搬来台湾 然后我父母分开了 所以我就跟着我爷爷奶奶 他们就照顾我跟我妹妹 那他们要搬来台湾 那我当然就跟着搬来台湾 所以就等于是爷爷奶奶 带大你们两姐妹的 爷爷会不会影响你很深 我觉得爷爷影响我最深的是 他让我在一个很温暖的 环境下成长 他是怎么样带大你的 他是一个没有体罚 从来不打你 他不打我的 没骂过你 骂好像也没有 我觉得我爷爷奶奶 教会我有很多规矩 传统的规矩 恰恰还是很严格的 超严格的 在爷爷的有生之年 你跟他之间有些什么遗憾吗 我一直很遗憾 没有带他去看世界杯 我记得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 就是世界杯在日本韩国举行 那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了 我没有带他去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 那时候我才刚出道 没有什么钱 跟爸爸拿一下吧 他也跟爸爸拿钱 你这么倔 我蛮倔的 那所以我觉得在他过世之后 我很遗憾没有带他去看世界 因为我爷爷是足球教练 所以他很喜欢足球 他走的时候 我们家烧了一个足球场给他 我们家烧了一整个足球场 很多球员都烧给他 你去指挥他们吧 这样子 我一定要给他 走 我们家烧了一整个足球场 就像自己的那样 我们家烧了一整个足球场